睡覺然後就會去想到琪琪 然後那個不自覺的眼淚就這樣滴下來 就掉第一次 滴到不曉得 我睡著了不曉得是不是還有滴 我不知道你知道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這幾天你說放下怎麼可能放下 一躺下去就會去想到她 想到她自然而然眼淚就掉下來 我也不敢哭出聲音 然後就一直這樣調研的就掉到水灶 昨天也沒有夢到琪琪 都還沒有來找我 我很希望說 這幾天我希望她到我夢裡 剛剛還有什麼語言跟我們講一下 雅兵姐狀況還好嗎 因為張金先生說她有腳有一點 對 她也不知道 她整個兩個腳都擠水跑這樣 我看起來還蠻嚴重的 那你自己的身體還好嗎 我還好 還好 前幾天那個水壓飆很高 她昨天回去量了就稍微降了一點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剛剛翔群有受訪說 你晚上有想到你有個問題 她建議你放下 我知道 因為 因為 這個一定的啊 要睡覺 然後就會去想到琪琪 然後 那個不自覺的眼淚就這樣滴下來 就掉第一次 第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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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次到不曉得 我睡著了 不曉得是不是還有第一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因為 這個沒有辦法 就這幾天 你說放下 怎麼可能放下 一躺下去 就已經想到她 想到她 她自然而然 眼淚就掉下來 我也不敢哭出聲音 然後就一直這樣調圓的 就掉到水灶 就 所以你在臨場都跟女兒說些什麼 蛤 你在臨場都跟騎騎說些什麼 你說 哪裡 裡面 沒有 我一直就希望她趕快 能 上天堂 她脫離這個痛苦這麼多年 也該結束了 你 上天堂去當天使 其他的事情 你都不要煩惱 爸爸 一定會幫你處理好 大哥 你在裡面 會敢掉眼淚 我 因為 在裡頭 你沒有時間 去 去想這些事情 因為 來的人 很多 你知道嗎 所以 在這裡 反而 比較沒有去想很多 回去 就一定就會想 我 真的很 在這裡 有些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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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